大婚第二天日到中午 清衡君渐竟是还是一片祥和 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就晓得自家儿子 昨晚闹得太凶 新婚夫妇情浓炙热 只怕是天昏昏亮才结束 同门生细心交代 不拘什么时候来请安 且先好好休息 晚上一同用膳便好 静室内未应睡得不安稳 蓝湛看着怀中的人浑身清紫 就连今早结束清洗时 那人嘴里都嘟囔着疼 让他停下 想着自己是有些过了 最严重的便是胸口处跟大腿根 连衣服都穿不上 碰到了就委屈的直流泪 蓝湛年轻气盛十岁之位 爱慕保护了多年的可人 如今就在身下哪能忍得住 刚给他往上盖了盖被子 魏英就因胸口处摩擦疼醒了 嗯 二哥哥 我好疼啊 你不要动了 蓝湛哪能不心疼 看人连觉都睡不好 只有愧疚抱歉魏英 都怪我是我没忍住 不然你忍着些 我去大哥那取些药过来 别别 别了 魏英想着 要让蓝大哥知道了 这不丢脸丢大发了 还不如忍忍地拦战 这个伤扬几天就好了 不知道二哥哥这样弄我会不会怀上小蓝公子呢 这可不是说笑 自古修仙者体态异常 或男或女都可孕育生命 只是这单要一颗难求 千金难换 只有记载却没人成功实践过 抱山散人 收了齐皇温情一脉 全族感激特奉祖传盒子弹 魏英昨晚浇杯喜酒时便服下了 只是没有跟蓝湛说过 想着给他一个惊喜 蓝湛也想与爱人有个孩子 可想到孕育之苦就算了魏英 我只要你平安喜乐便好 不必为了我受这分娩之痛 我不怕的魏英摇头 把头埋在蓝湛怀里二哥哥 我幼时便父母双王颠沛流离 幸而抱山 视我为己出 又狠走运可以遇见你 现在什么都有了 就想要一个与你我血脉相连的小团子 这样不好吗 被魏英盯得恍惚 他的小妻子竟然出口 提出要与自己生孩子 哪能不满足魏英谢谢你 我很喜欢 这样很好 因为害怕摩擦 魏英还没有穿衣服 半裸地躺在自己身上 丝毫没有防备 蓝湛刚被他的话 激了一阵 有些把持不住 起身将人压在身下 含住双唇反复研磨 生俭的大手 在可人身上四处点火 胸前可怜的红痘痘 像是要流出血来 魏英哪里受得住这些 连忙推丧 压在自己身上的蓝湛部 不要了 我还疼着那二哥哥 别再动我了 蓝湛堪堪回神 有了些理智 我们已经成婚 这时 是婚内必要的 若你想要小团子 最好美 每天这样 魏英被蓝湛耳边低于哄骗着 十分惊讶没完吗 那 那好吧 二哥哥 你今晚轻一些可好 魏英说得越来越小声 既然想当好人家的小妻子 那便要行夫妻之礼 暗暗下了决心 为了小团子再疼 也要忍着 况且 自己也没有很难受 坐到后面还是很爽的 蓝湛知道魏英的小心思 做事答应了 毕竟晚上忍得忍不住谁知道呢 两人闹了一会 也都起身了 虽然清衡君体恤不让早去 可他们毕竟是小辈 新婚头一天的规矩 还是要顾及的 魏英的年纪和身量都小 随意捏捏 都得留下几个印子 蓝湛也是给人换衣服的时候 才知晓如此严重 想了想 拿了件蚕丝小侃 给魏英套在礼衣内防止摩擦 穿上后果真束缚不少 又是亲亲抱抱好长一段时间 才走出静世的门 夜间与清衡君和长辈们用膳 几个伯伯都是爱戴小辈的 思想也不于服 觉得魏英乖巧可爱 甚得欢心 所以 就算他在饭桌上多言多语 也把大家逗得乐呵 往后的日子 国泰民安无忧无虑 云深不知处 也比从前热闹得多 改了几条英寻守旧的家规 小辈们也比从前开朗多了 夫妇两人若是觉得待在姑苏无聊了 还可以到豹山仙府游玩几日 约莫过了两个月 一次意外打破这场安宁 云梦将士迪姆设宴邀请仙门大族 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撮贺金子轩和自己女儿 拜求多日 金夫人总算念着归中情义松了口 只是金子轩却绝时明智发誓 绝不赢将士女入门 看着儿子日渐消瘦 整日没精神做母亲的 哪能不心疼 只有暂时搁置了 眼看这件婚事 就要冷却下去 与子渊心生一计 想以清堂会名义 来让两个孩子相看一番 金夫人见儿子情绪缓和泻 况且家里还有那个私生子金光瑶 此人虽然老实不争不强 可谁知道那友善的面具下 是什么样的面孔呢 金夫人最怕有人汉及子轩的地位 拉着也得让她出来参加宴席 好摆一摆嫡子威风 兰家清衡君和兰西辰都要处理足中公务 兰起人也要备课教书 况且年纪大了 受不了奔波之苦 正巧两个福福年轻气盛 平日也没什么事干 魏英又是个爱热闹活泼的性格 想着可以去云梦 还能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带些特产回来分给大家 就欢欢喜喜应下了 两人同城一见 蜜蜜歪歪来到云梦城 与姑苏不同 这里的人更泼辣热情 蓝湛魏英一百亿轻如折仙似的 连少女们都大胆回头张望 周边小摊小贩甚多 都是叫卖的声音 魏英被一股香甜的气味所吸引 原来是云梦特产芝麻焦切糖 蓝湛看到那人放光的双眼连忙买下 她二人美名传遍天下 大家看着这对恩爱夫妇 只有羡慕的份 平日这些大型宴席 都是由掌家腰牌的西音所主持 但今天是以彼母身份邀约众足 与子渊没有这方面经验 从前有金珠银珠帮衬 也从不用自己操心 可她为了争口气 硬是自己扛下来 导致宾客都到好一会了 菜品却出了问题 胃婴贪软靠着身旁的蓝湛 抱怨到二哥哥 浙江市怎迪传菜如此慢 最近不知为何 本就容易饿 现下我都饿扁了 蓝湛自是不忍心 看心肩上的人挨饿 也知道她最近胃口大了很多 不管什么规矩礼仪了 从乾坤袋中拿出青团给 暂且先垫垫 挖胃英大口大口吃的满足 还是二哥哥亲自做的 姑苏小青团 最得我心 蓝湛宠妮看着怀中人 边哄拙边给人擦嘴 院子里的望线一片浓情 而后厨却忙翻了天 于子渊第一次到这油屋的地方 满脸闲雾 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都能出错 还要不要命了 真给我江家丢人 大家听着她的谩骂声 不敢反驳 只能埋头苦干 原来是前一晚 几个伙夫相约吃了花酒 哪成想就赶了风寒 在膳房里忙活的 都是几个厨娘 女人家到底赶不上男人 力气大速度快 导致现在都没有出餐 这可如何是好啊 江峰年级的直跺脚 冷眼旁观的西音等的 就是这句话 招呼几个小丝过来 你们两个搅成快 速速去酒楼 请十个席面过来 不拘什么价格菜市 要快的小丝不敢怠慢 拔腿就跑 江峰年 见她给自己解了燃眉之急 松了口气 还是夫人冰雪聪明 从容淡定啊 没等人家客气两声呢 于子渊就闻讯赶来 什么破浪祸色 都敢往桌上端 这外面的就是外面的 登不得大雅之堂 拿不出手的东西 就和人一样 真是丢了我江家的脸 不知道你 沾沾自喜些什么 西音从不与她计较 于子渊这脾气秉性 早就被自己摸透了 于夫人果真是富贵的命 操劳不得 小小席面都弄得人满堂大笑 若你真有心 就该多请几位伙夫 前一日也须仔细叮嘱方 不会出错 你什么意思 于子渊冲上前 若没有江峰棉拦着 可就打过去了 你这是在教训当家主母吗 你有什么资格 只不过是仗着某些人的事而已 野花就是野花一时兴起罢了 哼